對我們來說可以幹嘛 其實說白眼就是有患者 對我們來說其實那個 就是有患者 除了家福陪在我們身邊之外 我也很感謝社工 他一直陪在我身邊 針對一些特殊有能力的孩子 我們的產育培育 其實就會用來致應孩子 在這一方面的一個輔助 那最後有一個精英培植計畫 也是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孩子 他在求學過程當中 他可能有證照的考試 甚至有一些語言的檢定 然後公職的考試 升學的考試 或者是有一些社會活動的產品 這一些都會需要活動 費用的資因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教育可以翻轉而生 為人在世上 生長在不同的環境裡 你沒辦法決定 你要生在什麼環境 但是你可以決定你自己的未來 也只有自己肯自立自強 才可以用學識 用你的能力 來改變自己的人生 那我曾經向主委建議過 我們讓這些小朋友 知道很多愛你的人 是希望讓你一把 給你一個機會 讓你在不管是你的學費也好 還是各方面給你一個即時的幫助 但是這只是一個即時的幫助 我是建議主委就是說 我們來找找看有沒有企業 讓這些企業能夠 有這些同學打工的機會 讓他們也能夠自食其利 那在這幾年的部分 其實的確我們受到一些疫情的影響 在募盆的上面 其實是需要更用力 然後更努力才有辦法達到的目標 然後以今年而例 其實我們在從今年初 開始到現在的講座學金的重目 其實大概比去年 又稍微少了一到兩成 那我們今年的部分 其實申請的孩子數 也是大概我們近五年來 孩子人數最多的 其實今年我們預定會來申請的孩子人數 已經預定會達到一千四百位 那一千四百位裡面 其實會包含了國中、國小、高中跟大學 那我們今年在暑假這一個期間 所預定的目標 其實大概將近需要一千一百四十五萬的講座學金 這個是在我們九月開學 那截至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大概已經募得了 單排缺口大概有將近快六百多 六百九十幾萬 大概將近快七百萬 目前這樣缺口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還有八百多份的講座學金 數學紅包 我們需要再繼續 不求四一代 讓教育翻轉孩子的未來 我們來想學了 也輪也 yok 我們來想學習